大家好,我是米拉,米拉带你看塔县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日 冰山莱克塔吉克美食餐厅招待了一批神秘的客人 他们又会是谁呢? 我们带着这份神秘感来问问餐厅负责人 他们为什么会招待这批神秘的客人 同时又准备了哪些美食 我们一起进来看看吧 来,来吧 好 来,这个是那个八人的啊 这个是八人的 然后这个是六人 我是迪丽 经营着一家民族特色餐厅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我们一大早就开始准备 最新鲜的牦牛和蔬菜 邀请我们平凡但可敬的环卫工人来我们餐厅吃火锅 因为我们的环卫工人工作特别辛苦 县城的整洁各个方面 包括大街小巷的垃圾 都是通过他们用心情的双手 无惧风雨地帮我们整理 才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今天我们请环卫工人到餐厅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 希望能够帮他们去除一年的寒冷 同时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